三星目前正和多家中国智慧型手机厂商协商行动处理器的供应问题 引人注目的是中芯通讯也在这些厂商里 市场认为倘若三星与中芯达成协议将对高通带来不小的冲击 据报道指出目前三星的高阶行动处理器 只供应给中国手机厂商魅族科技使用 三星为了避免记忆体在景气翻转下对营运造成冲击 计划透过记忆体市场开始扩大经营行动处理器的业务 由于美国现正在解决中芯通讯采购禁令问题 一旦美国解除禁令后将让中芯通讯达到供应商多样化的目标 而三星也可以借由与中芯的合作增加产品的销量与市场 这也会对竞争对手高通带来巨大的压力 三星发出声明表示 目前并不确定会与中芯达成该项协议 三星将完全平等地与所有供应商进行谈判 并不会只针对中芯通讯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 吴刊伟 正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